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将于15日和球队会合 为蓝队征战的三名国手 则会在试预赛结束后回到球队 尽管阵容不整 但辽宁队员士气高涨 他们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篮球俱乐部的训练基地进行了他们自自欧洲之行的第一堂训练课 队长杨明直言 干就完了 由于莱斯特德森和布兰登巴斯两名外援海外归队 郭艾伦 韩德军和李小旭三位国手 正在黎巴嫩随中国男篮 蓝队备战男篮世界杯遇选赛 赵吉伟处于养伤期 而刚刚从吉林队回归的高石岩 也正处于养伤阶段 暂时也没有跟随大部队前往西班牙 对照上赛季的名单 只有杨明 刘志轩 贺天举 从明晨 钟晨和魏猛是上赛季12人大名单中的球员 其中刘志轩还是在结束了雅加达亚运会后迅速归队的 另外孙凯奇和燕首齐两名年轻队员 因为在之前的一系列热身赛中表现出色 也得到了跟随一队前往西班牙的机会 按照计划 辽宁队的西班牙拉练 会持续一个多星期 并与当地一支俱乐部队进行一场教学赛 随后球队会前往克罗地亚 参加扎达尔锦标赛 哈德森和巴斯会在15日左右赶往欧洲与球队会合 三名国手会随蓝队参加完两场式 预赛 在打完17日主场预约弹队的比赛后 他们就会从北京直接前往欧洲 不过 即便航班没有延误 郭艾伦 韩德军和李小旭最快 也需要19日才能抵达克罗地亚 扎达尔锦标赛创办于2014年 每一年举办一次 该项赛事含进量非常高 每年邀请的都是欧洲顶级球队 根据此前公布的分组情况 辽宁队和俄罗斯莫斯科中央陆军队 以及德国拜仁慕尼黑队同分在一个小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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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